大家好,今天要介紹的是如何使用Sally Wars 繪製出可愛的松鼠 那這次呢,會使用3D鍊把它鍊出來 那有興趣的可以到影片底下的說明 來參考這個作品是怎麼被製作出來的 那這次呢,是沒有提供3D檔案的 有提供的地方只有這個底座的地方而已 身體及頭部是沒有提供的 那這裡如果非常想要這個檔案的人呢 建議你參考後面的教學 那你會教導你說我們要怎麼把這個3D給它繪製出來 所以這一次我們所要得到這個檔案的話呢 需要各位之前去努力的 那這裡要怎麼做我們就去看下去了 在學習畫法之前呢 有幾個單元會建議你先學習的 那因為這裡呢,它是屬於曲面的建模 所以不太建議初學者來進入這一塊的 因為曲面建模呢,有一些東西呢 會比較抽象一點 那這裡呢,有幾個是需要先學習的 是哪一些呢 像是零件的進階篇 我們會運用到草圖圖圓呢 來輔助這一塊的 以及說曲面的入門篇 邊界曲面篇,都會建議先學習的 那還有一個地方呢 是多本體的技術 這邊都會運用到的 那這裡呢,會先建議你已經學會了那些單元 我們再來進入這個畫法的話 會比較輕鬆的 那這裡呢,我們要怎麼做 我們繼續看下去 首先呢,是頭形的畫法 那這裡呢,我們會運用草圖圖圓呢 來輔助我們接下來所繪製的這一些 那這裡呢,大多數都是使用邊界填料 那這裡我把這個草圖顯示給各位看一下 那各位會比較清楚一點 像是這個樣子 我們是運用一張圖片 然後呢,運用這個不規則的曲線呢 去描繪出它的外型出來 然後這邊呢,我讓大家看一下它的 草圖是什麼 那這邊我先把圖片隱藏起來 那這邊我先把圖片隱藏起來 這邊就是運用這樣的草圖 用四條的草圖 以及導引曲線 那導引曲線的地方呢 就是這個3D草圖 那這裡呢,我們再從前基準面這個方向呢 描繪出它的外型出來 然後剩下兩個方向呢 我們需要發揮我們的想像力 這邊可能會比較抽象一點 比較困難一點的是在這個地方 那這裡呢,要給各位去練習 才會知道一下 所以這裡會建議你已經學會了 邊界曲面篇 那你去多做練習 那這邊呢,後面細節我就不會講得太詳細 就把這個草圖顯示給各位看 以及說我們運用了什麼樣的指令呢 把它做出來 那這邊可能會講得比較快一點 那接下來呢,我們先做出頭型完之後呢 做出嘴巴兩側的地方 那這邊一樣給各位看一下它的草圖 是這個樣子的 那從前基準面這個方向呢 都是參考草圖圖圖圓的 然後做出這樣的形狀出來 那這裡3D草圖也要去 稍微把它調整一下 讓它是比較順暢一點的 那我們做出來的這個曲面呢 會比較好看一點 那這邊已經預設先做出幾個平面出來 那這個用意呢,就在於說我們 畫完一邊之後另一邊用近色 那這邊所做的呢 是一個對稱的 所以我們不需要兩邊都畫出來 只需要畫其中一邊就可以了 那這邊各位要注意一下 我在畫每一個零件的時候 更正一下 每一個特徵的時候呢 是沒有去讓它合併結果的 這裡所運用的是多本體的技術 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等一下如果我們有一些地方 需要去移動的話 可以運用多本體的方式呢 去移動或者是改變它的比例 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是畫出嘴巴的地方 那嘴巴的地方還有一個鼻子嘛 那這邊呢 一樣把它做出來 做完之後 我們再繼續做其他的鼻子的部位 以及底下嘴巴的部位 像這樣子把它做出來 那這裡呢 因為我們在做的時候 是用前機準面這個方向去做 那有些時候 因為我們的頭型呢 有一些曲面 所以把這個外型給擋住了 那這個地方 這時候呢 我們就是運用了多本體的技術 讓它移動出來 好 移動出來之後 它就會移動到我們想要的位置 像這個樣子 那再來呢 我們在頭型的地方 做一個偏移的一個曲面 要來做參考 參考完之後呢 要繪製出它的眼睛的地方 所以我們畫出的草圖 把曲面修剪掉 然後呢 留下我們想要的是這裡 再來呢 我們就是運用這兩個曲面呢 做一個參考 然後把它做一個加厚除料 像這個樣子 給各位看一下 像這個樣子 然後在這個過程你可以 去調整這一些比例或是位置 有時候可能不是你想要的 你可能做到某一個特徵的時候 發現這個地方呢 好像不太正確 像這個樣子 就可以把它去做一個修剪 或者是說 我們去把它弄出來 像這樣 那這裡呢 眼睛的地方一樣 那這邊就是做一個加厚的動作 有可能我們在做的過程 發現鼻子啊 或是嘴巴太小了 我們可以在這個過程 運用多不停的技術呢 來把它做一個比例的放大或移動 那接下來呢 做法都一樣 以及牙齒的地方 也要把它做出來 那這邊呢 眼睛的地方 做到這邊 然後呢 做法都一樣 我就直接先跳過 像這個地方 嘴巴底下呢 做出牙齒 那牙齒這裡 讓它凸起來 做一個加厚的動作 加厚完之後 我們可以做一些 圓角的修飾外型 像這個樣子 做完之後呢 我們先來做一個結合 把我們想要的一些 實體 全部都把它結合在一起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 我們結合的是這樣 四個 嘴巴的地方是一個 頭是一個 然後兩側的臉頰是一個 總共是四個實體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要畫哪裡呢 就是耳朵的地方 耳朵畫完之後呢 我們再做裡面的一些 一樣 是做一個曲面 然後修剪它 修剪完之後 做加厚除料 讓它是凹陷進去的 像這個樣子 那我們把一邊的耳朵呢 都處理完之後 另一邊用淨色就可以了 是很輕鬆的 像這樣把它處理 那這裡呢 還有它的毛髮的地方 那這裡用邊界的曲面 把它做出來 填補完之後呢 我們再用一個實體畫 那 我們呢 可能需要去移動到一個 適合的位置 那這邊呢 我們只要畫一個 另一個用 移動複製本體 把它複製出來就可以了 複製完之後 我們再移動到 我們想要的位置 像這個樣子 移動完之後呢 我們再讓它 去做一個結合 那這樣子結合完之後呢 我們的頭型 大致上就已經完成了 那各位呢 就先嘗試到這裡囉 接下來呢 我們要畫出身體 手以及腳的部分 那這裡呢 做法會跟頭型是很類似的 一般我們在做這種 動物或公仔型的呢 只要我們把頭型做出來之後呢 剩下的就會很輕鬆了 因為頭型是會花比較多時間的 那再來 我們大部分都是使用的 邊界填料 所以 運用邊界填料 做出這樣的形狀出來 那這裡呢 顯示一下它的草圖給各位看一下 這裡一樣都是參考草圖圖圓 那另外兩側的方向呢 就是留給各位去做一個嘗試 要包圍一點想像力去做它的 細節一樣給各位參考 這邊呢 講解它的做法 以及它的步驟 那這裡做出了其中一隻手 那這個手呢 我們不需要一次就把它畫出來 這裡我們可以分成三個指令 那我們畫完之後 跟剛剛講的是一樣的 方向可能是因為請記準面把它 蓋住了 那我們沒關係 用移動複製本體 我們可以旋轉角度 或是移動方向 都可以 像這個樣子 這裡是有做一個角度的旋轉 以及移動的它的位置 做完之後呢 我們再畫出手的地方 手它是有一些轉折處 一樣我們畫完之後 再做一個移動複製本體 做一個角度的旋轉 以及位置的移動 像這個樣子 那這裡一樣 我們要抓的一個技巧就是 我們不要把它合併結果 先讓它是兜本體的方式 再來一樣 做法一樣 那我就做比較快 手掌的地方 一樣把它移動到我們想要的位置 再來呢 我們在手掌的地方 做出一個 要簡單的生長填料 做出它的手指的地方 然後再用圓角修飾外型 最後 把這三個特徵呢 結合起來 它就變成其中一隻手了 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邊有實線的 代表已經合併在一起了 那這樣呢 我們另一隻手 不需要再畫 我們是直接用近射就可以了 那近射過去之後 我們可以不需要把它合併結果 所以近射完之後 我們還是一樣 可以運用鬥本體的方式移動它 那這樣子呢 我們就可以省下一些時間 不用再畫第二次 像這樣子 我們在做出角的地方 那做法都一樣 那這裡呢 我們先做出 胸部前面的毛髮的地方 畫完之後 那這邊一樣做一些曲面 去做一些導引 導引完之後呢 去修剪它 看我們想要什麼樣的外型 然後移動到想要的位置 最後呢 來做一個加厚的除料 圓角修飾外型 最終 我們再移動一下 看哪一個位置 是我們想要的 那注意呢 這時候 我們這些呢 都是多本體 都還沒有把它合併在一起的 那再來呢 我們繼續做其他的外型的特徵 那這邊一樣做一個肚子的地方 那我們把它修剪完之後呢 做一個加厚除料的動作 再做圓角修飾外型 然後最後再把它結合在一起 像這個樣子 那這邊呢 就是身體的毛呢 已經結合在一起了 接下來我們就要畫腳的地方 那腳的話呢 相對就是整體比較輕鬆的地方 我們畫出來之後呢 做一些移動複製本體 因為是在前幾層面的方向 移動完之後呢 做一個修剪的動作 把我們的腳趾頭做出來 然後再移動到我們比較正確的位置 像這個樣子 移動完之後呢 一樣另一邊不用做 做鏡射就可以了 那這樣子呢 就很輕鬆 那做到這邊呢 大致上就已經快完成了 那這裡呢 我們要在腳的地方 做一個平面的除料 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未來我們會使用3D列印去列印它 所以會希望呢 在底部 最好都是有一個平面 這樣子我們在對提的時候呢 成功率會比較高的 那做到這裡之後 再做一些圓腳修飾外型 最後呢 再把腳跟身體做一個結合 像這個樣子 結合完之後呢 我們就要再做一些 偏移的一些參考 因為我們背部還有特徵 我們移到背部來看一下 這裡偏移完之後呢 我們先畫出了尾巴的地方 那尾巴就很輕鬆 用旋轉填料 畫出一個圓球就可以了 那這邊就細節讓大家去參考 然後背部呢 我們就做出了一些曲面的除料 除料完之後呢 加厚除料 一樣再做了兩次 再做加厚除料 所以這邊我做比較快 做了兩次加厚除料 做出這樣的特徵出來 做出特徵的用意在於說 我們未來310N出來之後 有這個特徵呢 會方便我們在塗原色的時候呢 有一個參考 這樣會比較好塗原色 做出來也會更真實的 那最後呢 最終我們再把需要的實體呢 全部結合在一起 那這樣我們就會留下 頭型以及身體 這兩個實體 那這裡呢就是 等一下後續會來做一個拆件的動作 那這邊呢 先讓大家做到這裡囉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做拆件的動作 那拆件的用意在於說 我們會讓310N更順利的 那這裡呢 就細節給各位去嘗試 我們就另存兩次檔案 一個叫做頭 一個叫做身體 另存完之後呢 我們把 個別不需要的實體呢 按下右鍵的刪除本體 刪除完之後 把這兩個零件 組合到我們的 新的組合鍵裡面 像這個樣子 那我先試一下 那這裡呢 我會建議先把頭的地方畫出來 那這裡我讓它變透明 頭地方呢 畫出這樣的一個形狀 一個卡榫的感覺 那你可以畫成圓柱形的 也可以畫成方形的 那這裡我會建議畫成方形的 因為我們在組合的時候 有方形的 它有一些平面 我們可以去做對準的動作 這樣子我們在310N出來 在聯合的時候呢 會比較順利的 因為如果是圓柱形的的話 它會在那個中心呢 做旋轉 我們比較不方便去對準它 那這邊在做的時候 會建議你這個地方呢 它要預留一點空間 不要抓得剛好 剛好的話 我們在310N 如果有毛邊 或是它縮水的時候呢 就會組不進去 所以盡可能去留一點空隙 那這邊呢 我會預留0.2到0.3不等 那大一點沒關係 因為我們把它黏在一起之後呢 它這裡面是看不到的 所以是不會有影響的 那這裡呢 我們在進來之後 我們把頭畫完之後呢 我們可以用身體去按下右鍵的編輯零件 那編輯呢 編輯之後呢 我們可以把這個頭給它隱藏起來 然後呢 我們運用參考這裡的地方 參考這個部位呢 來把它做出曲面的一個偏移 那這邊細節讓各位嘗試一下 這邊就不會太困難 或者是說你用多本體的方式把它剪除也可以的 那細節給各位去嘗試它 那做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個別另存成STL檔 就可以準備來3D列印囉 那這裡呢 3D列印要注意什麼呢 我留在總結來跟大家做明 那這邊先讓大家嘗試到這裡囉 最後來總結一下松鼠的畫法 那這裡呢 看似好像不太容易 那其實呢 如果你上手之後會發現 其實在畫這隻松鼠呢 相對是比較簡單的 因為它各部位的特徵呢 都是蠻大 所以細節的地方不多 所以畫起來呢 是會蠻順利的 那這裡如果不太熟悉畫法的人 可能會比較困難一點 因為這裡呢 我們要參考的圖片 是一張平面的 我們要運用平面的參考呢 做出立體的 那相對有一些地方呢 我們需要 發揮一點想像力 發揮一點空間感 去把它畫出來 那這邊可能 需要有一點感覺 要慢慢來 一開始不太會的話 是很正常的 那這裡呢 修仙就跟剛剛前面所講的 這個檔案是不方便提供的 所以你如果想要這個檔案的話 就要大家努力 把它畫出來 自己畫出來 然後就能得到這個檔案喔 那這裡呢 怎麼做的話 你可以參考影片底下的說明 那你都會有講解說 這裡到底是怎麼把它製作出來的 你可以到那邊去參考的 那這邊呢 在三億鏈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為什麼會做一個拆件呢 拆件的用意 我們要看一下這個公仔的外觀 它這裡屬於大頭型的 那這裡身體比較小 所以我們在身體列印到接近頭的時候呢 這邊會發生懸空的問題 那懸空的問題的話 我們就要開啟支撐 那開啟支撐 因為有地心引力 相對的 印出來呢 就會比較沒那麼好看 然後再加上 它這裡有身體以及手 會有擋住的問題 所以呢 我們在打磨的時候 是不方便的 所以因為這個用意呢 我們把頭跟身體給它拆開來 這樣子列印完之後呢 第一個列印的時候會比較漂亮 再來在列印完之後 如果有支撐 我們再打磨也比較方便 整體做出來的細緻度跟外觀呢 會比較好看的 那還有一點就是 我們如果一起印的話 它的形狀 它的大小比較大 相對的列印時間比較多 我們在安排的時候呢 會比較不方便的 可能時間要花比較長 那我們如果把它拆開來之後呢 時間相對變短 我們就可以 讓它列印的更慢 然後呢 它的層後列印小一點 那這樣子整體的完整度會更好的 就是運用這種方式的 那今天的教學呢 就到這邊為止了 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學吧 拜拜 今天我想來點 古早味的三色紅骨粿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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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